一切有違法,如夢幻泡影,如路易如臉,硬作如是官 什麼叫學佛人? 學佛要有學佛人的樣子,這是不對的 因為佛是沒有固定或一定的形象的 無處不是佛,處處皆佛 但也不能思為一個佛弟子該有的樣子 學佛就是以善養生,開展智慧 慈悲,弘法,異語眾生,放下執念,不與人計較 清淨無懶及佛神,能夠長養慈悲心,以善養生,修起心境 他一定是一個非常有異語眾生的人 而這個人就是學佛人 而真真正正正的學佛人 也只有自己或佛菩薩能夠明白此真心